说中国的制造业也太丢人了 连个圆珠笔的笔芯都做不出来 我泱泱大国十几亿人 居然全靠进口人家瑞士和日本的笔芯回来用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种声音 反正我们的决策层领导是听到的 于是在2016年的钢铁产能研讨会上 这个事还被拿出来作为反面例子 搞得我们的一些钢铁企业很没面子 当时我们的太原钢铁集团就急了 谁说咱们做不了这碗 于是就砸重金搞研发 终于在2017年产出了我们自己的笔芯钢 结果呢亏得半死还傻傻被捞着 首先搞清楚 一开始我们并不是做不了这个笔芯 只是我们没有做这个笔芯的钢材 如果要进口钢材回来做笔芯呢 那就还不如直接买笔芯更划算 所以呢大家又觉得 是我们的钢铁企业不争气 很让我们泱泱大国丢脸 所以太钢就为了这个面子问题 成功研发并投产了 然而太钢最小的炼钢炉 一炉出钢就60吨 一旦启动就不能停 就得不停的炼 因为炼钢炉一旦熄火冷却 要再次启动那所耗费的能源和清理生产线的这个费用 那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而一炉60吨的笔芯钢用来做笔芯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国每年生产笔芯大概是在380多亿只需要1000多吨钢材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太钢炼17炉出来就够咱们用一点 那这边是用不了那么多 那边又要不停的炼 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往国外卖 而全国市场对这种钢材的需求量也很小 卖不出去 怎么办呢 于是价格就从以前的12万元每吨 腰转到了现在的5到6万块钱每吨 于是就快得万死 还压了几大仓库的货在那 有一种垄断叫自然垄断 这种商品只有在垄断的情况下 价格才是最低的 比如你家用的那个自来水和供电 就具有典型的自然垄断属性 如果非得搞很多家企业铺设管道